有中国上海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美国好莱坞摩尼国际影视集团,美国微电影协会等团体联合举办的中国艺术电影展将于8月9日开幕,影展期间将放映四部中国获奖的艺术大片。 上影发行放映协会办公室主任钟敏,美国好莱坞摩尼国际影视集团董事长王立军,美华联的主要干部,包括张苏九、郭颂、陆星战、陈惠弼等侨领,均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这些影片都非常优秀,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影展能够在美国洛杉矶这样的华人区,使得更多的华人能够接触到这些国内非常优秀的导演以及他们的作品。 与会人士表示,这次影展不仅能够带给电影爱好者对中国艺术电影的欣赏,同时也希望借助本次的展会,让中美电影人,各界文化艺术人士相互学习切磋,深化了解和合作,为中美电影事业的发展重出贡献。 我们也希望这次影展能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中国的艺术电影,然后展现给,通过这一次展会能让国际,能走到国际上,能让国际友人,然后能看到我们中国的艺术电影。 为什么呢?这个艺术电影它主要我们这一次展的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戏曲3D电影。 所以这个霸王别姬。 中国艺术电影展洛杉矶是第四站,第一站是巴基斯坦,第二站是东京,第三站是纽约。 这四部艺术电影均代表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也体现了中国的国情。 环球东方记者李玉冲,洛杉矶采访吧。